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聊美豬的管理議題 還有這個百億的豬農基金 到底要用在誰身上呢 我們就先來看到 其實現在我們的政府 一直告訴我們說 好 豬農 萊克 突破安 都不用特別擔心 因為我們會抽檢 我們會管理 而且我們會好好的標示 但是如果其實美豬光靠抽檢 真的能來幫我們保關嗎 我們先來看到陳時中 衛福部長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我們會壓強要求標示 而且從源頭開始積償 源頭到多源頭呢 他說他要派人到美國茶原產地 再來台灣會有所謂的邊境管理 從豬製品到邊境之後 會採樣抽檢 前三位兵會逐次都來抽檢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發現違規的話 接下來也會加強所謂的抽驗頻率 再來市場積償也是非常重要的 從產消滅還有確認標示 有沒有超標 但是光刻這三招 真有辦法來擋住 這個萊克多巴胺超標的問題嗎 我們看到說 其實國民黨立委謝一鳳 就從他的衛福部的預算書 來看到了 就是說預算書裡面看來 食藥署有編列了400萬的辦理 書台食品工廠的查核 國外旅費已經參加 輸入食品的邊境檢驗政策 以及管理事務交流等等 這些費用的話 其實我方人員都必須要到 美國當地去勘查 那我可以知道說 其實美國豬肉非常的浮援廣大 這麼多的豬汁廠 都要運送到台灣的話 如果說假設有100家的豬汁廠的話 那100家豬汁廠的話 我們需要派多少人力去那邊積查 那每個積查人員 不可能我只派兩組人去積查 那一定要多一點人去積查 那這麼多人去積查的話 這個人力到底負荷的 負荷不負得了 那有沒有可能說第一波的時間 第一 我知道說有積查人員要積查了 所以我就先把比較優秀的豬汁 比較含量比較少的豬汁 或減少用藥 我知道你快來了 所以我就減少用藥 減少用藥情況之下 你積查結果發現說 這家合格 蓋章了 可以了 所以未來的話 如果我這家廠商 有了這個合格標章之後 我就可以販售到台灣 但事後 我之後又開始大量使用了 這個萊克多巴胺之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積查 所以這會有出現一個 很大的風險漏洞 對 這會出現非常大的風險漏洞 而且我們1月1號 馬上就要開放了 我們在這之前 剩下三個月的時間 而且再加上其實現在 全球的活動 都是比較少的情況 你要找人搭飛機過去 到了一個美國新冠肺炎 這麼疫情嚴重的地方 來做這些調查 真的會來得及嗎 而且其實也要注意到 邊境管理的問題 其實也都是知道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說政府雖然訂定出了 萊劑的容許殘留量 但是只有標誌產地 而且採抽鹼的方式 其實你真的沒有辦法知道說 到底哪一批的美豬 是含有萊劑 哪一波是沒有的 政府說的源頭管制 這些話術 其實在整個邊境 減的預算跟能量 都沒有增加的狀況之下 到底要怎麼樣真正保障 我們的食品安全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美豬不是每一隻 而且每一批都含有萊劑 光是其實抽測 本身也就是把我們的健康 堵在這個你抽測的運氣上面 其實我們知道說 過去美牛進到台灣的時候 有所謂的三管五卡 三管的話 一定要是管源頭 管邊境 然後管下流 就是你說管你的出貨廠商 怎麼販售 怎麼標示的 有三管五卡 但現在很顯然的 美豬希望比照 這三管五卡的作風 來一起去做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美豬 如果真的要進到台灣的話 你要經過層層的關卡 但是每一個關卡 都會出現很多問題 像是我們從第一個關卡 來看好了 第一個關卡的話 如果說剛好 假設美國人比較不喜歡吃豬的肝臟的話 他但現在可能就會把附近周遭的 所有的豬汁廠 他的所有豬肝 全部都蒐集在其中 全部同一代 那同一代之後 這個豬肝可能會有A B C D E 所有的豬廠的全部混在一起 那混在一起之後 你要怎麼去積查說 這到底是從哪邊而來的豬肝 因為你到時候 你來到台灣之後 是混在一起的 那你混在一起的話 你要怎麼去查你的源頭管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販售出去的話 有可能會混裝一起 譬如說我現在做一個豬絞肉的話 那我一定是買了很多的豬汁廠的 一些豬的大腿肉 我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做成絞肉了 會不會有可能在美國那邊 已經去攪拌好的一個豬絞肉 直接運送到台灣 是個冷凍肉品 那我這邊再掺材一些 譬如說胡椒粉 一些調味料進去 這樣子販售之後 我又要怎麼去積查 所謂的源頭管理 對 聽婉玲這樣講 其實真的是問題 而且相關漏洞都是非常多 而且如果說真的想要好好這個 認真做所謂的邊境抽查的話 真的衛福部有用心嗎 我們先來看到陳時中 陳部長他是怎麼說的 這個政府在開發美豬之後 地方政府的檢驗能量會增加 而且查核計畫也要具體化 再來核算需要增加的人令 或是相關費用 也會跟行政院來爭取相關的費用 但是這個預算增加多少 其實只有548億 這548萬 我還講太多了 548萬真的有辦法 對付這麼多美豬 到時候要扣官來它 所應付到的檢驗 不論是任何的事蹟也好 或是人力的一些資源也好 真的有辦法應付嗎 其實到底能不能夠 應付掉這麼多 第一個東西 我們從源頭這邊開始 就要花很多的人力去積查了 再來的話 邊境管制 如果是用抽檢的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說其實有大量的農產品 都會競速到台灣 我們的檢驗人員的能量 有沒有到這個一定的人數 再來的話 我們檢驗的一個技術 能不能到這個門檻 另外的話 萊克多班只是瘦肉精的其中一種 如果美豬參雜很多種瘦肉精進來的話 其實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現有台灣 能夠檢驗出的瘦肉精 大概有10幾種都是無法檢驗出來的 而且這10幾種無法檢驗出來的瘦肉精的含量 其實對人體都是有一定的傷害的 所以到時候我們的檢驗人的忍量 還有包括技術 還有另外的一些配套措施 到底能不能夠做到完善 其實這方面的話 其實政府現在要好好的提高這個預算 因為你眼看著 一月份就要到來了 現在不到的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你就要把這個東西全部都做好 甚至人員一次到位 所以對於政府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對 政府來說是很大的考驗 對豬農來說又更是煎熬了 因為現在傳出說這百億的養豬基金 這個弄會主委陳吉仲說 他只是名詞用法 不是要成立另外一個基金 這是外界的誤解 這整體來說是每年的編列預算 要做什麼 要幫助產業的競爭力提升 而且改善養豬過程 造成的環境污染 而且零零從從的八大方向 不論是鼓勵豬農 同時也是保護了所謂的消費者權益 所以這樣看起來 難道是相關政府的說法 又再度跳票了嗎 其實有這樣質疑的 還不只我們 還有這個立委陳宇貞 其實也說出了他的想法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他們還沒有開始做 就在欺騙豬籠了嗎 當初說要拼入100億 而且我知道昨天 中華民國養豬協會 不是有跟他們開會嗎 至少要在 豬在一個成本的價格的時候 跌破的時候要幫助他們 不過我是要呼籲各位養豬業者 因為我們家小時候也是養肌業者 我覺得你看這個曾經白紙黑字的東西 當初民進黨公開主張 而且曾經簽名 簽名說不會讓萊豬進口這個東西 都可以 他們都可以食言而非了 那你現在即便政府給你簽名 保證說以後一定會給你怎麼樣怎麼樣 你又如何可以信任他 好 我們可以聽到這個立委 陳昀辰 陳委員就說了 很容易會食言而非 再來我們就來看到說 好 現在豬農非常擔心 因為擔心說 如果這個美豬開放進來 會不會我的豬肉 已經全部都價格崩盤 不論是可能民眾 對豬肉失去信心 不敢買 不敢吃 導致的價錢往下掉 或者是說如果真的是被受到 美豬波及的價格競爭的話 其實台灣豬的價格 其實恐怕在水準上 也都沒有競爭力了 所以豬農非常擔心的是 成本有沒有辦法回收 甚至把這個豬價來保價 農委會原本說每公斤給你65塊 讓你保住你的成本 但豬農說這根本不夠 每公斤要70塊以上 才有辦法要高於它的生產成本 這個理由主要還是因為說 擔心本身這個當中 養豬要飼料 而且飼料本身 我們都是靠這個國外進口 而且當中的價格 都是非常浮動的 所以豬農現在很擔心說 會不會到時候連這個 你養出去的飼料成本 都沒有辦法回收 所以這個部分 農委會跟豬農還要再協調 但是除了豬農很擔心 荷包問題之外 現在家長們也要擔心了 而且如果要吃營養午餐 恐怕也沒有以前這麼便宜 我們知道說 現在很多的縣市政府 都規定說校園裡 禁止使用美國豬 只能使用台灣豬 但是現在就很多 專門做學校的便當業者 紛紛跳出來說 希望能夠漲 這個所謂的學校的 一個營養午餐的費用 因為過去的費用非常低 只要三十幾塊錢 三十幾塊錢的話 如果全面都要使用台灣豬 台灣的一些生產生鮮蔬果的話 對他們來說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希望能夠調高這個價錢 像是中華民國的 餐和食品商業工會的 你是副理事長就說了 教育部以一指公文 要求團善的業者 一定要使用國產豬 業者能夠分辨使用生鮮肉 是不是國產豬 所以加工露品的部分 相關規定的全部都要使用國產豬 但是因為一指規定之後 所有的風險 全部都要業者來去承擔 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們當時這些業者 做便當的業者 團善業者 有去發公文 要求他們的上游廠商說 你幫我切保證書說 你絕對使用所謂的國產豬 但是沒料到 十個廠商發出去之後 只有八家九家的廠商願意簽 表示說有一成多的業者 都認為自己沒有把握 全部都使用台灣豬 另外的話還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如果全部都要使用台灣豬的話 那麼其實成本是提高相當的多 你總不能夠全部都要業者自行吸收 如果你不想要家長多掏腰包的話 你就必須要政府要提供其他的補助 因為現在做一個便當 可以提供大概三塊多的一個補助費 但這個補助費的話 其實是要到達一定的量之後 你才能夠提拨這個補助費給業者 所以現在業者也在喊說 沒問題 我可以使用台灣豬 但是這個團善費用恐怕得漲一漲 沒有錯 的確這個開放美豬 除了管理標示層面之外 其實下游的消費端 到底要不要漲價 而且豬農生計又該怎麼顧 其實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政治人物 其實現在又討論到另外一塊豬肉 這個豬肉是我們的國寶 肉行食 而且讓國民黨的朱立倫 甚至還有行政院長蘇貞昌 兩個人隔空互酸了 我們來聽一下這段訪問 其實他講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字眼 就是不用什麼事情都是用酸的 但是好像以前酸別人的 好像都是我們的蘇院長 蘇貞昌 蘇院長 而且其實到底為什麼 朱立倫跟蘇貞昌 蘇院長 兩個人會隔空故槓 其實就是剛才畫面看的 朱立倫跑去了故宮來看肉行食 而且也說了我看這塊控碼 應該沒有瘦肉精吧 沒有想到只有因為肉行食 這件事 朱立倫暗算民進黨 也讓兩個人隔空吵了起來 行政院長蘇貞昌非常生氣 他就反嗆了朱立倫說 不要什麼都用酸的 結果朱立倫透過辦公室說 不要什麼都用騙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的蘇貞昌 蘇院長 過去曾經在保安宮面前宣誓說 自己絕對不會選舉選第三次 沒料到他真的選舉選了第三次 而且還選了台北市長 所以因為這樣子食言而肥 對 而且因為這樣子 他後來選了台北市長 跑去選了台北市長 後來當時選台北市長 後來跑去選新北市長 所以他的故事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就食言而肥了 導致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結果國民黨的文傳會 所以有立刻整理出來了 蘇貞昌的十大酸語 怎麼說 第一個就是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黃子哲就說 最會電人的蘇貞昌 對黨內外的政敵講話 向來堅酸刻薄 以此為認 現在竟然要別人酸言酸語 根本是做賊喊抓賊 而且有滿滿的違和感 為什麼他列出來十大項 第一項 他曾經酸韓國瑜什麼 酸韓國瑜只是一隻蚊子 都治不好 還想治國 又酸韓國瑜講話 老是江湖味 開口就是酒味 韓國瑜如果帶著刀子 就違反了槍炮彈藥 刀卸管制條例 我們一定依法就辦 對 一定依法就辦 可以發現說 其實每個次都是用酸的 甚至他酸國民黨什麼 他說買酒投降 其實可以跑 榮華富貴 也酸了李梅珍 在當時他補選的時候 年紀小 但是是死抱著 共產黨那一套 就是在暗奉李梅珍 石骨不化了 還有侯友宜其實也被他酸瓜 說民進黨沒有把侯友宜當英雄 他的證件跟長輩圖都是在模仿 還有生態侯友宜 不會給人家請求 其實刀刀都是真的 針對別人可能過去說的話 或是做事的方式來大酸特酸 對 其實他連自家人都不放過 怎麼說 他說爬樓梯要一步一步爬 不然就會摔倒 暗酸誰 暗酸陳時中 又說屏東沒人疼 其他縣市爭取前瞻很有力 僅僅屏東可憐到 可憐到連哀的聲音都沒有 酸誰呢 酸的是蔡英文蔡總統 我們知道說 蘇貞他說自己 從來都不會講這些酸言酸語 但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幫大家爬歷史 過去的時候 新北市長 新北市選舉的時候 他當時他的對手是侯友宜 他會選新北市 侯友宜就稱他一呼老縣長 結果讓蘇貞他很生氣說 你為什麼歧視我的年紀 你為什麼說我是老呢 所以他非常生氣說 憑什麼叫我是老縣長這個問題 他很care說 侯友宜叫他老縣長 你為什麼歧視我的年紀 但是我們翻開歷史去來看的話 其實當年的時候 蘇貞昌曾經跟謝生山 一起在選舉 當時22年前的歷史 22年前的蘇貞昌就很會酸了 他跟謝生山在一起選舉的時候 當時蘇貞昌是以50歲的年紀 他要去選舉 那謝生山比他大 所以他就叫 他還說什麼 選縣長就要像選牛排一樣 絕對不能挑太老的 也不能挑太嫩的 所以像我剛剛好 所以他早是講別人年紀的時候 自己也是常常過去 也拿這個年紀來去做文章 所以說蘇院長 你怎麼老是說別人酸言酸語 你自己不就是酸言酸語的始祖嗎 所以這等於說 可能也是民進黨的一貫的作風 就是雙標準 對別人跟對自己完全都不一樣 再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黃子哲也在臉書上 批評了美豬進口的政策 他是文傳會的副主委 我們就來看他說這麼會酸熱的蘇貞昌 在面對佐菲金氏自我打臉的開放 收集美豬的政策之上 一句話你對蔡英文蔡總統 是完全不敢忤逆 而且乖順得像隻小英的硬生蟲一樣 但沒有想到其實對他的政策辯護 基本上也都是非常大聲 而且在2012年的時候 當時馬政府支持開放萊劑美牛 而且因為國人的膳食習慣 是比較偏豬肉的 為了食安降低風險 當年禁止萊劑的美豬籍內臟進口 這是當年朝野的共識 但是事過境遷 時空變換 其實基本上到底立場變跟不變的 又是誰啊萬里 我們看到很明顯清楚知道說 針對受盡的美豬立場 國民黨始終沒有改變 因為希望牛豬分離 並且這些內臟部分 完全不要進口 但是民進黨反而出現了 超大的一個法夾彎了 所以也因為蘇貞昌講話前後不一 常常酸言酸語 所以讓網友很多開始臉書 瘋傳了很多的梗圖 像哪些梗圖 像是這個 萊克他們可以來換我們的國家地位 另外的還說什麼 終極第一酸人王 火雲酸神 等於說是把蘇院長的照片 哭手到很有名的周星馳的廣告 電影裡面之中了 把他哭手起來 另外還有說什麼 尖酸刻薄 我連神明都改變了 還有什麼事我都做不出來 這些照片全都是在網路上 不停的瘋傳瘋傳 認為說蘇院長有時候講話 還是稍微課厚到一點點 對 講話可能還是要稍微厚到一點點 甚至也不要用雙標準 否則酸來三去 可能最後還是打臉到自己了